品科技聊经济 大家好 我是猫眼 今天去加油 发现油价又涨了 一查才发现 自从2020年11月份开始 这已经是连续的第八次涨价了 而且这还是2016年成品油 新的定价机制实施以来的 唯一的一次八连涨 去年疫情中 4月20号的时候 国际原油的价格一度跌到了 16美元的低点 而如今却涨到了70美元 如果单纯的算原油的价格的话 理论论上 去年4月份的成品油 气质油价格 应该是现在的四分之一才对 可事实上就并非如此 那我们的汽油的价格 到底是怎么定价的呢 为什么国家要给油价 定一个地板价呢 油价上多赚的钱 真的进了三桶油的口袋了吗 本期视频 猫眼儿就跟人一起来聊聊 这些问题 欢迎关注猫眼儿的频道 闲来的话 也可以翻翻其他内容 看到很多朋友 都在油价八连涨的新闻下边 痛斥三桶油 是无良奸商 只知道挣钱等等的言论 原油在16美元的时候 油价也没比现在便宜多少 诚然 我们作为消费者 汽车又是家庭高频次使用的代步工具 从我们这些平头小老百姓的角度出发 希望油价便宜 这也无可或非 可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考虑的话 就会发现原来汽油的定价 还有这么多门道了 大家都知道 国内的汽油价格有一个40美元的地板价 咱们来看一下最权威的解释 2016年的时候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石油价格管理办法 其中第六条就说了 当国际原油价格低于每桶40美元的时候 按照原油价格每桶40美元来计算成品油的价格 这就是成品油地板价的来源 也就是说去年国际原油价格最低16美元的时候 我们国内的成品油价格 依然使用的是40美元原油价格来计算的 这就让很多人不急了 国际原油都这么低了 中石油中石化炼油的成本 岂不是就非常低了 理论上肯定是存在着超额的利润的 可是成品油价格却没怎么跌 这不是变相的让两桶油赚到更多的钱了吗 为啥国家要订这么个低板价 这就要从2013年说起了 当时的国际原油价格 一直处于在100美元以上的高油价时代 当时为了应对高油价 国家出台了石油价格管理办法的试行版 规定了成品油价格上涨的天花板价格 也就是当国际原油的价格高于每桶130美元的时候 国内的成品油汽油柴油价格 原则上不提或者是少提价格 主要就是为了稳定国内的经济环境 可是到了2014年下半年 石油价格急转之下 一直到2016年下跌到了27美元 这是当初所制定的油价定价机制就失灵了 所以就需要出台新的政策来应对低油价时代 油价过高 对于整个社会的消费者都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但是油价过低的时候 从短期来看 社会的消费成本降低了 但是过低的油价却会对国内的石油开采企业造成沉重的打击 咱们来看下世界上主要的产油国对石油的开采成本 中国的石油开采成本在50美元一桶 而俄罗斯的采油成本甚至低至3到4美元一桶 足可见中国的石油开采企业需要承受着多大的压力 咱们就这么来假设一下 假设中国的三桶油 中石化 中石油 中海油 这三家石油开采企业都不是国企 而是标标准准的私营企业 一切都按照市场供需平衡的市场逻辑来运行的话 你觉得这三家企业会怎么办呢 很明显的 如果你是这三家公司的董事长的话 会毫不犹豫的把采油业务给停掉 放着国际便宜的原油雾门 干嘛非要忽视忽视的费劲 在那赔着钱去采油呢 而且采一桶油还要赔上几十美元 这生意肯定是不划算的 如果真要这么干的话 后果就是中国对海外石油的依存度 就会直线的逼近百分之百 这样会很容易发生能源危机 比如美国想跟中国打贸易战 都不需要太费力 不需要控制所有的对中国出口石油的通道 即使是控制其中的几个 就足以威胁到中国的能源安全 纵使是现在三桶油赔钱赚吆喝的 费力的开采国内石油的情况下 2020年中国对外的石油依存度 依然高达73.5% 所以采油这活三桶油就是赔钱 它也要干 毕竟事关国家安全 平常我们都觉得 中石化中石油这样的企业 与其说他们是企业 倒不如说他们是国家的一个部门 因为每年他们都是有政治任务的 就是要保证每年两亿吨原油的开采量 虽然有任务 但是你也不能一直让企业这么亏着干 所以为了给这些采油企业留点活路 不让他们亏的太狠 不至于让他们撒手不干了 所以就设立了一个最低价 来提高这些采油企业的积极性 不至于让他们一点积极性都没有 国际原油价格在40美元以下 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就不再降低了 为什么选取这40美元作为地板价 这个主要是根据国内的石油开采成本 国际主要的石油开采商的 平均开采成本来定下的 你以为当国际原油价格低于40美元的时候 低出的部分就全都进入到了三桶油的腰包里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一个通知 2016年出台了一个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 征收管理办法的文件 其大意就是说 当国际原油价格低于40美元的时候 成品油本该是降价的 但是成品油仍然按照40美元的成本来核算售价 那这中间没有降低的部分 就是需要企业以风险准备金的形式上缴 三桶油这样的央企就需要把钱上缴给财政部 地方性的企业就把钱交给地方政府 这些钱主要用来提升油品的品质 保证石油的供应安全 以及应对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等等的 所以说因为低板价油价 三桶油被骂了多少年了 还确实有点冤 咱们多交的钱其实都是上缴给国家了 只是去年的疫情 不管是对企业还是对个人来说 都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在成品油消费上国家能否灵活一些 在成品油的油价上为大家让一些力呢 虽说只是几块钱 但至少也是实实在在的能帮助大家度过难关的一些举措吧 您说欢迎留言评论都看完了 就顺便点个赞呗 感谢观众猫眼的频道 下期再见